哈喽 大家好 我是每个 今天玩微信局碰到一个白旗 也是挺溜的 就能品爆花 捡了11个人头 至于怎么捡我们来看一下 这局我用的是那个赵云 打的不是很好 这边是这个白旗在围到塔守塔 然后我被那个动画台困住 差点就死在里面 如果刚才如果不跳过来 基本就被那个老虎子捆住了 这边是猴子可能是闪现闪错了 就像闪回到塔内 然后这边就直接成功的 被白旗收割了一次 他说这一次是不是有我 也有我的半点功劳 这边又是一次是吧 打几没有多少血的情况下 那个白旗一个技能 直接刷走了 这就已经刷了三个人头 捡人头就是 跟这就是人品爆花的问题是吧 有的时候人品好 残血的人头基本上是给他收割 那这边就是老虎子 没有多少血 一个大招应该是闪现过去 直接就带走了 白旗现在也是挺强 大招能位移 我们可以看这个白旗 他带的是那个闪电啊 阵雍阵雍 阵雍能 就是附近的人 在会被他阵雍 阵雍之后就好打 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干将几条 七八条剑换出去 非常溜 不扔少 不扔剑了 这边又是一波 又是一波操作 把这边先等一波 然后途中间等一下冲进去 一个一技能直接刷走 这边应该是被老虎子捆住 捆住之后 那个陈地市场不再继续射白旗 要了白旗可能就会被射死 这是应该是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 这边是两个 被那个干将打的没有到血 然后白旗一个大招跳进去 那个炒粉了一下 直接就可以直接又收割两个 最后就死亡成十一杀 这就是白旗的十一杀 所以白旗也是非常溜 而且还没有死啊 打不死的白旗 十一杀 这是人品爆花呀 好吧 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解答现在 欢迎大家继续观众 我的视频 我是文化 我就解说 如果大家有什么打的精彩视频 也可以投靠到公众化 我就解说 或者Q邮箱 27957 4578 .qo.com addqo.com 那我们下次再见